感谢神在这个灵恩会的时候 一大早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家祭聚 今天早晨 我要用家务祷告来做互相的勉励 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乎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这是非常有名的主导文的开始 为什么主耶稣 祂要教门徒怎样子祷告 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第一节 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一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有主导文 如果那位教导 没有问主耶稣 假如当时候的门徒 没有教导 没有问主耶稣说 求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话 破喜主耶稣也没有会提到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事实上主的门徒 他们是很有这个意先的见识性 他们观察主耶稣的祷告 门徒看见主耶稣经常地祷告 主耶稣在早晨一大早就祷告 主耶稣在晚上的时候祷告 为什么主耶稣他享受祷告 我想有时候最困难的生活的里程 就是祷告 有个姐妹告诉我 我在教会长大 最大的困难还是祷告 我问她说为什么 她说祷告都是很长时间 她是很诚实 因为我当小孩的时候 我也是很怕祷告 一开始祷告 我就跑到外面去 感觉说跪在会当里面 这样子的无聊 所以我赶快找到我的堂弟 我们带着玩具到外面玩 等到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又赶快进来 对外人来讲 尤其是他们对我们圣耶稣教会 感觉说为什么你们祷告这么长 因为他们不了解 所以我们怎样的享受祷告 为什么你不享受祷告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何祷告 或者祷告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方向 比如说你进入旧地山 你若是没有看那路线 那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地 若是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管你躲过的哪个地方 你总是会到达目的地 当然我们从主导文可以学习很多 但是我要分享几点 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有哪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祷告的 我们用主导文来得到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第二节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们都遵你的名为圣 这个祷告的第一个方向 那个祷告能够提业天上的父 你不再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你的祷告的欢向应该讲说 在我生活里头我要怎样子来荣耀祝您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 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得到 啊 比方说呢 知道我的工作啊 所以我可以得到升 升迁的机会 啊 保守我的孩子 他们在学校能够功课好 啊 给我健康 我想这是我们经常祷告的方向 但是你想深一点 那你得到好的工作 或者是说好的收入 你的孩子去好的学校 那么这些跟荣耀神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事实上内心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的荣耀 而不是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说感谢主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的内心里头 啊 是有自己的成就感 啊 比方说呢 人家跟你讲 你说感谢神 啊 但事实上内心里头 知道说 哎 是我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啊 有时候我们也想 啊 神 他是不是要从我们 得到好的工作 孩子有好的成绩 上好的学校 而得到荣耀呢 啊 因为圣地头说 父神得荣耀 啊 不是起结于 啊 我们在地上的任何的成就 啊 到底什么事情 能够荣耀主 啊 当你为主受苦 啊 或你背后十字架 啊 就是在受苦的时候 你也不放弃 啊 你遭遇逼迫的时候 你还是保住信心 啊 继续为主做见证 啊 所以我们祷告第一个方向 你要想到说 这不是为着我自己 啊 我在祷告 不管是生活遭遇的什么 我就是要荣耀你的名 啊 比方说你生病了 啊 你当然祷告求主医治你 啊 你也像神这样说 啊 你若是要我在这段时间生病 啊 那么 帮助我 在我生病的时间 能够荣耀你 啊 帮助我 不要这个 啊 抱怨 啊 让我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承担这个受苦 啊 当别人看到我 让他们看见 在我内心里面 那个信心的力量 啊 虽然说我生病 我还能够荣耀主 啊 或者是你遭遇困难 啊 家庭的问题 啊 这个婚姻的问题 啊 孩子的问题 你向主耶稣祷告 啊 说我现在在这个受苦 我要荣耀你的名 啊 给我这个智慧 给我能力 啊 能够从这个里面出来 啊 当我出来以后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你我 呃 别人都知道 这个困难没有 难倒我 啊 有一个姐妹 啊 她有一个好的家庭 啊 但是有一天 事情发生了 啊 啊 啊 忽然间她的丈夫 就离家出走了 啊 啊 这个孩子 这个丈夫呢 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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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丈夫呢 已经下了决心 要离开这个家 啊 啊 虽然她们有两个孩子 她也不顾她们 the kids cannot keep the man in the house 啊 事实上 这两个孩子 留不住这个男人的心 so she left the husband left 啊 所以这个丈夫就走了 the sister the wife was so devastated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姐妹 啊 这个妻子是非常的难过 crying every day 啊 每天流泪 啊 她就问自己说 我做了些什么 啊 事实上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啊 便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啊 但是她也知道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祷告 啊 她过去没有祷告 she will if she didn't if she doesn't pray enough if you pray more 啊 她过去都是没有足够祷告 她要更多祷告 那现在要更多祷告 because if she didn't do that 啊 因为她若是没有上座 she will fall into depression 啊 她就会 掉到脊上当中 she doesn't want to fall into depression 啊 她不愿意在脊上当中 so every day she cry cry to jesus 啊 每天她向主耶稣流泪 ask the lord jesus to give her strength 就主耶稣给她力量 and thank god after a while 啊 感谢神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her heart can overcome the grief the depression 啊 她的心呢 就能够胜过啊 这个悲 悲伤 这个忧愁的事 the situation doesn't change 啊 这个情形是没有改变 eventually the husband left 啊 因为 至终呢 这个丈夫也走了 she come go through the tribulation 啊 那么她在经过这个啊 试念之后 the tribulation did not defeat her 啊 这个试念没有拦倒她 啊 she still hang on to the faith 啊 她还是抓住她的信心 thank god 那感谢主 this is how we can glorify god in all situations 啊 这个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学到怎样荣耀神 so prayer is not about ourselves i want to glorify you o lord keep me strength and wisdom to glorify you in any situation 啊 所以祷告并不是要为自己解决问题 而是向神说 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啊 我们要靠主得胜 主心里面得荣耀 啊 今天我们跪下祷告 啊 想一想说 我到底我生活是不是荣耀主 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if you are about to do something does that decision glorify god 啊 你要做什么 或者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想说 这个决定是不是荣耀主 你告诉神 god if this do glorify you you'll make this happen you'll give me a seed 啊 说主啊 这个都是 这个事情能够荣耀你 那你就让这个事情能够成就 but if that doesn't glorify you 啊 但是这个事情都不能荣耀你 then you'll stop me 那么你就阻止我 don't just keep praying God give me this help me this do this for me 啊 不要一直导致说 主啊 为我做这个 做那个 帮助我这个 you only tell god only if this glorify you you'll make this happen 啊 只有这个事情成就 荣耀你 你你在让这个事情发生 and even whether i'm go through suffering or smooth life i want to glorify you 啊 所以不管是顺境逆境 啊 我这是总是要荣耀主 啊 the second direction in our prayer 啊 第二个幻想 Let's continue to read Luke chapter 11 啊 我们继续读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Luke chapter 11 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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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啊 第二节 Just read the second half Let's read the whole words together one two three 啊 耶稣说你们你们祷告的时候 叫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The second direction of our prayer 啊 这个第二个祷告方向 Your kingdom come 啊 就是你的国降临 What does it mean your kingdom come 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 In our prayer we should always think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first 啊 因为祷告当中一定先要想到神的国 If you always think about your family Your work Your job It's nothing to do with God's kingdom 啊 因为你只有想到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啊 那么你的生活 那么这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 You have to seek for His kingdom first 因为要先行就神的国 And then all other things are added onto you 啊 然后其他所用的都会赐给我们 But sometimes we do the opposite 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反祈祷而行 We keep asking God to add things to us 啊 我们一直祷告说 神家庭这个家庭那个给我 Your job Your money Your health Your children Your business 我的工作 我的健康 啊 我的生意 我的孩子等等 But we forgot to ask for God's kingdom 啊 但是呢 忘记了要祈求神的国 神的神的国度 Let'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6 我们看马太文的第六章 Vers 33 马太文第六章33节 Matthew 6 33 马太文第六章的33节 Let's read together 一起来读 1 2 3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 So here Jesus tell us Do not You do not have to ask God give you health Business Job You know Children's school All those things you don't have to ask Actually 事实上主耶稣告诉我们 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家庭事业 或成就孩子的事情来祷告 Why you don't have to ask 为什么你不需要这样祷告 Because your heavenly father knows what you need 因为我们的天父知道你需要 If you are a father You are a mother You know 那你父亲 做父亲母亲 你知道 Before your children ask you You already prepare what they need Right 就是你的孩子还没开口之前 你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所有 Like before they go to college All this year You are saving up for the college fees 比方说他们还没上大 上学之前 你这季节继续 就是让他们能够上去 When they need to buy a new jacket You bring them to the shopping mall to get it Before they get cold And then get sick Oh And then you die And the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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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n't bring them Right You not wait until they get sick to buy them a jacket 你不是等着他们生病了 才买给他们外衣 You even do everything first And save up 那就是你会为 要做这个事情 你就开始准备出去 You don't have to tell Heavenly Father What you need in this life 所以你不需要为今生的事情 向天父说什么 He already know He already prepared 祂已经知道 祂已经预备好了 What He wants you to do Is to focus on something Which you do not see 祂要你准备的 就是你要 你若眼看不见的事情 That is His kingdom 就是祂的国度 What is His kingdom 祂的国度是什么 The place that God ring That God rule Is His kingdom 就是神 祂所这个 战友祂所统治的 T1是祂的国度 Right For example America is not UK kingdom Right Because UK The power cannot rule here 比方说 美国 它不是这个 大英 这个 大英政府 因为大英政府的政权 不在这里 It used to be 300 years ago 300年前是曾经是的 But now it cannot Can not be affected By the other country 但是现在不是了 Now think about our hearts 那想想我们的心 If your heart is alienated It's far from God 如果说我们心跟神 不能远离 God cannot control your area 那神 祂没有办法来 统治你的内心 God cannot control your heart Your thoughts 祂也管不了你的思想 He cannot control how you act How you do 祂也不能 控制你一整样子的 来做事反应 He cannot control your value system 祂也没有办法 统治你的价值观 But if you turn your heart Say okay God I want you to take control You are my king 但是你若是心转过来 说神啊 我要你来 做我心中的王来统治 I want you to change Make change inside I want you to change I want you to change Make change inside I want you to be the only one That is important 啊 我要你成为心中 唯一的重要的事 And that prayer should Jesus 啊 那么这样的祷告 一定是其业于主耶稣 That prayer is very powerful 啊 这种祷告很有力量 Because you're not asking for things 啊 因为你不会事上事情祈求 You're asking for God to change your heart 你 你祈 你要神来改变你的内心 Yesterday afternoon During the gospel section I mentioned about Repen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啊 校 有时候有提到就是说 让神的国降临的这件事 Becaus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 Yesterday I mentioned 啊 昨天我提到 A lot of families 啊 很多的家庭 It's not like heaven 啊 It's not like heaven No 很多的家庭 他们生活不是像天国 Yesterday I mentioned Some families They feel like hell 啊 我昨天也提到 有些人的家庭生活像地狱 And then husband and wife Always arguing 啊 因为这个丈夫妻子一直在争执吵架 Child doesn't want to go home 那么孩子就不愿意回家了 Right And then yesterday there was a Last night there was a brother talking to me 啊 那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话 I didn't know him very well in the past 啊 过去我不太认识他 But he told me 啊 但是他告诉我 Do you know what 那你说他你知道什么事吗 When I was a kid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My family was like hell 啊我的家庭生活会像地狱 My father and mother fighting fighting Arguing arguing every single day 啊就因为我的父母亲 每天都是一直争执不停 And then they neglect us 啊结果他们就忽略了照顾我 Our heart did not feel secure 啊我们的心就没有安全感 Because all those generation Every family They are very financially very stressed And the husband and wife They always argue argue 啊因为有很多家庭 啊他们的经济情况很不好 所以这个啊 这账户妻子一直是 为这个钱的事情吵架 So we grew up Not in a very harmonious situation 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不是很和睦的 家庭生活的气温之下长大 After I I have my own family 啊当时我 当我建立了我的家庭 And the beginning my family also wasn't good 啊刚起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好 But after I accept Jesus Christ 啊但是当我接受主耶稣 I let him try to control my heart 啊我让主耶稣来控制我的内心 I can see that I have changed slowly and slowly 啊那我就慢慢发觉到我也在改变啊 I can see that my heart started to have peace and joy 啊我就感觉到我内心开始有平安喜乐 I'm not saying that I am perfect 啊我不是说完全啊 I'm not saying that me and my wife are perfect 啊会不是 啊说是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已经达到很和睦的境地 But it's improving 啊但是世上在改进当中 I have peace and joy 啊我有平安喜乐了 啊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内心很感动 We believe in Jesus Not is to ask Jesus to bless us with things 啊因为我们相信 相信主耶稣不是提求主啊来祝福我们的物质的生活 啊因为你不需要问啊主耶稣也会成钱 But what money cannot buy 啊到底钱不能买到是什么 It's your heart 就是我们的内心 We pray our direction of prayer is to pray that God turn our heart into His kingdom 啊因为我们祷告的方向就是求神改变我们的内心成为祂的国度 You think about Him 啊我们想到祂 You let Him direct your thoughts 啊让主来啊来指导我们的思想 direct your value 啊来指导我们的价值观 And then He'll direct your action 然后祂会执政我们的行动 His kingdom leads to His righteousness 啊因为祂的国度能够达到祂的这个正义 righteousness means do the right thing say the right thing go to the right place 啊这个政治公义就是说 说的正确的事做的正确的事去的是正确的地方 If your heart your value is right 啊若是我们心里头的价值观是对的 If your thought is upright 啊若是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 啊满有真理 啊满有正直 啊满有爱 啊然后你所做的是会对的 啊你想想看在一个家庭里头 husband do the right thing say the right thing 啊这个做丈夫的 他做做好对的事 他啊讲对的事 The wife respond love the right way say the right thing 啊那么 啊妻子她也会回应 啊会讲对的话 做对的事 They love each other They forgive each other 啊他们就彼此相爱 啊互相饶恕 The children they do the right thing love the parents obey the parents 啊那么 那么孩童呢也会做对的事 讲对的话 而且孝敬父母 That family is like heaven on earth 啊那么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在地如天的生活 Usually these children grew up in this kind of family They do not want to dating too early or get married too early Sometimes they say can I stay here 这样子还这样子长大的孩童 在这种和睦家庭关系呢 他不会太早就到外面去发展去约会 They were not dating like twelve years old eleven years old 啊不会说是十一二岁就到外面去交朋友 They have so much love in the family 因为在家有这么多的爱 Because our home It's just like the kingdom of God 啊因为他们家就好像天的神的国度 That is what we have to pray about 那么这是我们该祷告的方向 Don't pray that God may give you a three thousand square feet house 啊不要说主啊给我三千尺的这个房子 You don't need that 你不需要这些 Right If you need it if you have ten people 啊比如说你有十个家人在家里 哇 but tha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啊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Turn my house turn my heart into your kingdom 啊帮助改变我的心 改变我的家庭成为神你的国度 Turn my spouse heart to your kingdom 啊让我这个啊我的这个配偶 他的心能够转向你的国度 Turn my children's heart to your kingdom 啊让改变我的孩子 你们的心能够转向你的国度 So this morning of prayer we mentioned two points 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祷告 我们直到两点 Honor God Glorify God 啊就是要尊敬神 要荣耀主 No matter what we face 啊不管是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I pray that I can glorify you 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说 主啊我祷告其实让我们能够荣耀你 Even if I have to suffer 啊就是我要受苦 I have to glorify you 啊我要荣耀你 Secondly 啊第二点 Pray that our heart Our mind our family can be turned to God's kingdom 啊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家 我们的思想啊能够转回向神的国度 Not only coming to the church is God's kingdom Your house has to be God's kingdom 啊不仅是来到教会 这是神的国度 我们的家也能够成为神的国度 Now we're going to pray 啊现在我们要祷告 Let's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baptism which is ongoing right now 啊我们为着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洗礼来祷告 And later coming back We have the whole day convocation And then all the sacraments 啊他们回来之后 我们还有整天的灵恩会 还有圣礼 And praise God to prepare our clean hearts We start to repent our sin and iniquities And ask him to forgive us 所以我们祷告 祈求神啊来准备我们内心啊 让我们能够啊在灵恩会的时候啊得到造就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protect the holy communion We have to start examining ourselves 啊因为我们今天啊要有圣礼 所以我们先要开始来检讨我们的心 So let's all come forward And we are praying together 大家到前面来一起来祷告